大家好,這是2015年PayPal II Session C,Energy那一課 這是第一條MC 這裡有很多的Equation大家需要考慮 還有很多Factor 最煩的就是很多東西混在一起 大家要分開這個缺點 以及沒有公開考試的PayPal 除了2012年打後之外 沒辦法,這個Reference比較少 但是它的東西是複雜的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難度不是很高 是一個複雜性徑 好,看看這個 就放了一個燈 然後這是地上 有不同的距離 有X的距離 還有一個600的Luminous 這裡 這裡叫做Luminous 這個 Inlumination 這個 那怎樣呢? 就打下去 就會有一個光度 叫做Lux 600Lux 接著他就說 這個燈彈是四方八面都會射的 當然就會射到X 然後他就問你 既然這樣 不會你反射 也不會你施你去白色反射 他就問你 X那裡應該有多少呢? 首先 怎樣計算? 你覺得整個圖裡給你一個什麼重要的indication 就是600 還有沒有? 還有5和2.5 大家都跟什麼有關? 距離 如果跟距離的話 還有四方八面 我想問一下 光如果射到四方八面 我為什麼要收回所有光? 不是 我要所有光都走不出我的手指 我的手應該怎麼擺? 包住它 找個什麼包? 找個球體包住它 包住它 包住它就不能走 所以如果我可以找個大一點的球 包住而穿過X 都可以 我想問誰包住的能量多些? 能量多些誰? 是一樣 喂 走不掉 大同小也走不掉的能量怎麼走得掉? 能量一樣 不過能量是要分佈的 誰分佈的能量 能量分佈 我站在相同的位置 誰分佈的能量多些?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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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整體的沿路地位 比較小 小的 因此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這裡的power 哪裡大些? power 是說area 裡面的power會大些 這個power會小些 所以Lux是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問 球體的沿路地位 跟什麼有關? 背下球體的面積 球體的面積 球體的面積 什麼? 是4pi r square 而最重要的是哪個訊息 是r square r lo square 所以距離越遠 這裡所收到的應該相對比較小 還有一個深算幫到你的東西 2.5就是這樣 5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問 這裡收到的應該相對這裡 多還是少? 少多少份? 少四倍 即是要除四 答完是不是? 是 那你就錯了 原因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 所包的是直包 但是這裡呢? 是斜包 所以這就是直包的話 很簡單 答案是什麼? 直包的話答案多少? 是600除4 沒有問題 不過這次是斜包的 我想問 直包收到的更多 還是斜收到更多? 直 即是說斜一定是弱了 弱多少呢? 就同一個 大家在中四很恐怖的東西 拆component去看 OK? 我想問 你這裡所收的東西 一定大過150 還是小過150? 小個 要令到一個小的位置 一定跟angle有關 side還是coside 就很決定於你的angle 我想問 這樣對著燈膽 你的angle 你會定義什麼? 你喜歡定義的 我可能會定義 這個叫做0 然後躺下 就是這樣躺下 這樣對著 這樣就會怎樣? 就好像整條東西 就移歪了 移到這裏 這個pheta 好 怎樣決定 side還是coside 也挺難的 不過你有計數機 就很容易了 如果我當是pheta 正還是不正? pheta是0 如果我這樣說 pheta是0 正不正? 正 正 吃光的 然後有沒有人想到 當我0的時候 是最厲害的 是什麼功能? side還是coside? side 0 是等於? 0 這樣不應該是side coside 好 接著有一個轉 轉了某個angle 一定弱了 很難看下去 angle 現在是多少? 看看圖片 angle 應該在哪裡? 是A 還是B 應該是A還是B 看錯了 你會死 A還是B 應該是B 當它是B 當它是B 即是B 接著你怎麼找pheta? 是A 就是在玩cos 然後是很漂亮的數目 它是2分1 coside什麼是2分1? 废的 你傻子 為什麼? coside什麼是2分1? 即是coside什麼是什麼? 2分1 所以舊東西是什麼? 2分1 所以答案就是A 所以答案就是A 可以嗎? 考考你有沒有讀過書 第一 原來距離square有關 第二 有沒有轉面 希望我講完一次 你就懂了 因為這些類型的問題 出了無限次 OK?